第五题,在烧杯中加入200克的水 将水由20度C加热到40度C时,水增加热量为H钾 再由40度C加热到50度C时,水增加热量为HE 若加热过程中水的热量散时及蒸发量皆忽略不济 水而水的比热固定不变,则下列何者正确 这问题的解决方式呢,有一种就是我们确确实实的把热量算出来 我们根据公式H等于MSΔT 第一个加热呢,有两...第一个加热,H钾的加热呢 是有200克比21,温度变化呢 从20度呢,到40度,这样算出来呢,是200乘以20 所以答案呢,是4000 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HE 那么质量也是200克比21,温度变化呢 初温是40,末温是50 所以呢,就变成200呢,乘以10 所以答案就变成2000 所以一个是4000,一个是2000 所以我们就知道,甲是乙的呢,两倍 所以我们答案呢,应该要选择的是C H钾等于两倍的HE 或者呢,我们可以直接用想的,用笔的方法 可以把它算出来 因为我们的公式呢,叫做H等于MSΔT 我们的质量是一样的 比热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发现,ΔT跟H呢,会是成为一个正比的关系 所以呢,在甲的部分呢,它从20度变成40度 所以它温度变化是20度 那么乙的部分呢,从40度呢,变成50度 温度呢,变化是10度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呢,甲是乙的两倍 那我们答案也是一样选的是C H钾等于两倍的HE 这又是我们第五题的答案